花林县消防局近年来推动 包括了瑞税、封兵以及光复消防分队 办公大楼厅设的重建计划 去年8月动工僻建的光复厢 消防队大楼厅设 工程进度是如期的进行 18号上午举办了上梁典礼 由消防局局长林文睿亲自的主持 也希望在新的大楼完工之后 可以提供消防人员更舒适的办公环境 从动土到经过半年多的施工 光复消防分队办公大楼厅设建筑一件雏形 施工单位依照了传统民俗 在进行上梁工程时 也特别举行了上梁仪式 由花林县消防局长林文睿亲自主持 县议员赖国祥、蔡一静 光复乡长林清水等地方机关首长 也都到场参加 大家共同祭拜 祈求工程顺利平安 简单的上梁仪式结束后 施工单位也随即进行灌浆作业 109年8月 在原凤林分局交通队旧址地 辟建的光复箱消防队办公大楼 总工程经费约4000多万元 占地400平方的厅设为三层楼建筑 除了办公及宿舍 消防局长林文睿指出 由于光复消防分队未来将是消防队第二大队高级救护分队 因此新建筑大楼另外也规划训练空间作为高救队的训练基地提升并强化救护效能 而整个厅设建筑大楼披建工程今天举行上梁灌浆后 若没有问题 现消防局指出最快今年年底就可以完工 111年上半年度就可以进驻正式落成启用 记者时宇栏光复采访报道